大家好,我是板布 上一集的北京偏北最后的花絮 您是不是还记得 打车去巴黎纯属闷子 但舞蹈营我是真去了 而且吃喝玩乐了五天 愣是没弯全也没弯够 我就是在舞蹈营这边长大的 这边上最有名的地方 是雍和宫和地坛公园 一到初一和十五 空气里都是雍和宫里烧香的香火味 到了春节的地坛庙会 更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 舞蹈营胡同就在雍和宫旁边 前些日子 我有个五天的小假期 我把舞蹈营这条600多米的胡同 好好的逛了逛 今天我就和您分享一下 在这里有机动打开方式 您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 要说舞蹈营这条胡同 它可是明朝就有了 当时它的名字叫舞德卫营 一听这名字 您就知道了 这里是驻扎军队的 这个卫是当时军队的单位 就和咱们现在说的军师旅团 迎联牌这意思一样 一个卫就是5600人 您看这套胡同的位置 它就在安定门城根底下 可见当时这个军队应该是守护安定门的 等到了清朝 北京内城只允许驻齐人 那这一片隶属于湘黄旗管辖 这名字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变成了武道营 如果按照北京很多地名的隐变规律 这应该是念着念着就念走进了 您看这个前门大人烂 这也是这个意思 北京人说话吞字 武德卫营 武德营 武德卫营 您不仔细听啊还真听不真着 没给念成武德卫营 他已经不错了 1860年10月13日中午 英法联军正式从安定门杀入了北京城 吓跑了皇上烧毁了圆明园 想必当时武道营的军队 他也是奋勇的抵抗过 160年以后 2020年10月13日 我坐在武道营一个特别舒适的大路台上 那晒着太阳喝着茶 看着安定门的方向地儿还是这么个地儿 这事儿啊真不一样了 得嘞 谢谢您吧 现在的武道营是一个可以喝下午茶 可以吃早午餐 可以品红酒 可以喝惊强 可以做手工 可以看演出 可以连着吃十天不重样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 它不是一个刻意打造的旅游景点 一切来的都是那么自然 有的店主已经在这条胡同里做了十几年的生意 您找不到 做着同样产品互相恶性竞争的店家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而这条胡同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无处不在的真实的北京胡同风貌 寻常百姓家的如意门 门口的石墩子 门框上的收件箱 灰瓦的平房屋顶 院子里被精心打理的花草和石榴树 夕阳里天上飞过的鸽子 远处的拥和宫 另外一点 在这条胡同里走着 您总能听到特别地道的北京话 可不是什么吆喝叫卖老北京炸炸面啊 而是叫孩子放学 赶紧回家吃饭 责怪自己的狗啊 刚才拉完撒完 还想瞎溜的 议论着谁家的花种的多好多好 互相打着招呼 呦 今儿您完事了 哎 收了 这一听啊 不是去河边钓鱼了 就是去地毯放风上了 武道营的商业 可不是近十年才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前 武道营早事 就是附近居民买菜的重要去处 而且还能淘宽到各种便宜物件 什么五千一件的背心啊 一块钱两双的袜子啊 大妈们在楼下 互相炫耀着早上在武道营 雪拼的战利品 这场景啊 我历历在目 现在武道营啊 他不再早起了 他要睡到下午两三点 零零散散的店才开门 这些天啊 我去了两家下午茶 胡同西口 有一家叫做衣着的小茶室 地方挺精致 喝的茶 多是水果口碑的 那店家推荐了一款香槟乌龙 那举个香槟杯子 里边是茶水 看着门口全民健身乒乓麻将的老街坊们 这喝的东西啊 没有酒精 那怎么感觉这么晕呢 另外一家 葡萄酒屋顶花园 自住式点单 没有人没完没了的追问着你 您喝什么红酒 您要什么产地的 您偏爱什么口味的 您对年份有要求吗 我就想自己坐会儿 在他们家 您尽管自己去挑 瓶装的 杯装的 有气的 没气的 咖啡啊热茶啊 什么都有 在我看来 能在他家阳台上 看看路人 或者在他家屋顶上 晒在太阳 慢悠悠的度过一个下午 要什么自行车 哦对了 这地儿到了晚上 就换了一种味道了 您自己品吧 我这人啊 没有喝咖啡的爱好 但舞蹈员胡同里 有各种各样的咖啡店 好几家 下午啊 这太阳一晒 感觉这气氛都轰到这了 来一杯吧 提醒邻居啊 这里的店都不大 那种喝三十块钱咖啡 聊投资几千亿 改造喜马拉雅山朝向的局 您还是别地请吧 不然啊 小心的街坊 赵的妈听见了超年 这孩子 喝汤什么了 这是 疯了 心灵手巧的各位 您在舞蹈营 可以找到各种手作工坊 从做汤葫芦到插花 还有汉服 汤妆 旗袍 朝晚 各种玩具手饰 甚至还有一个书店 那舞蹈营的下午啊 真是不怕没地儿去 没事干 就怕钱不够 要留点钱 天黑了 舞蹈营的晚上 另外集中打开方式 就上演了 在舞蹈营 混了快一个星期 从西班牙菜到烤串 愣是还没吃全 虽然每天找朋友来帮忙 但我实在是吃不动了 我挑几家印象深刻的店 和您分享 首当其冲的 就是离胡同东口不远 拥有舞蹈营 最美制高点的元素精酿 他家是吃大汉堡 喝啤酒的 露台向西 可以看到舞蹈营 最美的日落 向东 雲活宫就在眼头了 老板当年一中毕业的 这学校啊 就在附近的宝钞胡同 离舞蹈营不远 十几种精酿啤酒 口味各不相同 那朋友点了杯 他们家的 贵在坚持 桂花艾尔 这一晚上 我感觉我都能闻到桂花味 您要是想吃着大汉堡 喝着啤酒 登高望远 看北京胡同 这地儿 您可以来试试 有天啊 我按照朋友的推荐 去找一家火锅店 来回溜达了好几趟 因为啊 这门脸啊 实在是容易错过 但进了门穿过一条窄锅道 一个特别北京的小院 就在您眼前出现了 满院子的花 还有一棵石榴树 所有这些花啊 都是老板自己亲自打理 小院搞得很精致 一间正北房吃饭 一间南屋自助取菜 小院的每个角落 让人有点看不过来 哦对了 这地儿啊 吃的是四川火锅 这顿还没吃完 我已经在想 冬天下雪的时候 一定要再来 在武道仁胡同和建厂胡同的交汇处 有一个西班牙餐厅 叫藏红花 屋里的抑郁风情啊 和门口的北京胡同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各种西班牙火腿 奶酪海鲜饭 烤炉鱼 做的也足够精致 那服务员也都是西库衬衫的 人啊 都有需要端着点的时候 我看这地儿 行 咱这视频时间有限 但有一家店 我必须要说 它做的是我最爱的吃事 烤串 它的位置很隐蔽 并不在武道仁胡同里 能要从武道仁穿过一条小道 才能到 而且它的门脸啊 实在是低调的 有点让人不敢拉门进 这家店叫串门 您看外面不起眼 里面也谈不上什么装修 有人啊 和我说 这是什么工业性冷淡风格 但我跟您说 您要吃了他家的烤串 我就不信您还能冷淡 铁签子烤小块肉 一口下去 让您想起了小时候 在学校门口路边吃的串 所有八五千生人的北京人 应该都知道 那时候大街上的串有多香 串门的老板 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救助北新桥 除了特别正的肉串 他家的拍黄瓜和皮蛋豆腐 您一定要尝尝 别看这俩凉菜不起眼 不夸张的说 能让我吃的有味的 还真没几家 另外 烤西葫芦 烤茄子 烤蒜苗 必点 我还第一次看到了烤榴莲 让人奇怪的是 这榴莲烤的时候 并没有散发出您觉得 应该散发的味道 不信 您闻闻去 得了 不能说了 又馋了 除了刚才说的这几家 五道仁胡同里 还有日料 越南菜 东南亚菜 云南菜 泰国菜等等 要想吃全吃戏了 恐怕没有一个月的好胃口 真够呛 以后 我再慢慢的给您挖掘去吧 吃完了 走吧 喝点去吧 五道仁胡同里 有各种各样的酒吧 喝红酒 您可以上刚才提过的 葡萄酒 屋顶花园 自助逼格提升 享受清静光阴 喝啤酒 可以取刚才说的元素精酿 要想在五道仁喝鸡尾酒 我推荐您去海妖 这里的鸡尾酒 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 只有口味和编号 就和这里的地中海风格装修一样 天蓝蓝海蓝蓝的 您只管天马行空的放空 随便点 有天晚上 我点了两杯 一杯的口味是新鲜的水果 另外一杯像是饼干 这里有一些可以半躺着的座 真是不知道怎么舒服好了 在五道仁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 那就是死顾 一个坚持做原创音乐和地下摇滚演出的地方 坚持做这个多难 在今天不聊 这两年因为综艺节目 之前没有人看的演出 观众也慢慢的多了起来 死顾也火了 这是死顾出圈后 我第一次去 就赶上了小黑板上临时通知 演出取消 行 还是那么死顾 没变味 这里我发个呼吁 那些进去打卡的 您喝一杯再走 死顾它毕竟不是个照相馆 您忙着自拍的每一面墙 那都是一支一支地下乐队 一场一场的演出演出来的 也是死顾二位老板 刘飞刘浩忙活了多少年 坚持过来的 如果哪天 那个娱乐节目没热度了 这死顾还得继续不是 如果您是从大地来北京玩的游客 舞蹈银胡同还有民宿可以选择 我在一家叫古德奈 就是英文good night 在这家民宿住了一晚 在他的露台上 看了一场国安的球 小而精致的房间 还有穿来穿去的猫咪 因为房屋结构的原因 这家隔音不是很好 有多不好呢 反正印证了一个道理 看起来再端庄的人 进屋放屁也有露不声的时候 好在我住的这晚 邻居们都不是很闹 走路也都跌不零腰的 晚上睡得挺舒坦 醒在北京胡同的清晨 听着鸡嘎嘎的鸟叫 出去溜个弯 前一晚那些嘻嘻嚷嚷 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舞蹈银又变成了那条 普通的北京胡同 六岛的人互相打招呼 今儿您起的够早的呀 嘿昨天晚上吃完我就撂平了 北京所有的胡同 都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无论您离马路多近 只要进了胡同 马上就能屏蔽掉大马路的噪音 舞蹈银也一样 它距离北京繁华的二环路 不到一百米 带您听听 同样位置在胡同里 和在大街上的动静 等太阳升起来了 我在消费指南类杂志评选的 年度早午餐餐厅 Burbelo咸 吃了一顿英式早餐 加鸡蛋卷 我这舞蹈营度过的假期 就算告一段落了 在这里发现了几种玩法和店铺 您也不妨来试试 听说马上又要有一种新的玩法 入住舞蹈营 具体是什么 我先卖个关子 等开了夜了 咱再去逛逛 对了 来舞蹈营 您要见到了他们 别忘了打个招呼 听说这都是老居民了 每天人来人往的 他们也都变得 见多识广 眼皮子宽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